平民憤慈 联尽八十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天花与天 几周穿 古典鸟依 光芳藏 爱与尺片 留下你 古典舍上 放荒花 一生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 成了我们中国人一种非常独特 而有极为普遍的一种信念 所以无论是从世间法来看 还是在处世间的解脱之道里去 我们都应该要了解净土法 各位大的秉秀 各位居士同秀 非常欢喜来到我们广东惠州 一块跟大家来讨论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大家应该知道 我们中国所倡导的是大乘佛法 在大乘佛法的八个宗派里面 净土宗和禅宗是两大重要的行门 那么净土宗也被誉为最具有超越意向的 最唱诸佛度化众生出离生死轮回 圆成佛果的这么一个大乘的圆顿法 这个法门从东汉时期第一批翻译大乘经典 就已经到达我们东土 经过二三百年的这种传播 蕴粮和实践 终于在东晋 以惠远大师在东宁市起见白连社作为一个象征 他们会成了净土宗发展的第一次高潮 会员大师 会员大师白连社123位高潮 以他们这种深切的信愿 专修念佛三位 人人都有往生的内向 向我们政党国人传达了一个惊心动魄的信息 就是净土经典所描述的西方极乐世界是真实存在的 阿弥陀佛临命忠实来结引我们的这个愿 是真实不虚的 那么我们这个地球的人 要解决我们的道业到西方极乐世界去是最直接最圆顿的 所以这样的一个信息的传达令我们中国的四众弟子产生了极大的信息 这样就会成了初唐时期 这种净土宗向社会各阶层传播的一个大好的势头 形成佳佳阿弥陀 父父观世音的盛况 所以一生南无阿弥陀佛求生西方极乐世界成了我们中国人一种非常独特 而有极为普遍的一种信仰 那么这种信仰构成了我们中国人深层的心理极淀 心理结构 以及给我们中华文明都带来了一套非常具有超越 内自脱俗的这么一种风格 孕育了我们中国人一代一代的人的心灵 所以无论是从世间法来看 还是在初世间的解脱之道来说 我们都应该要了解净土法门 那么要了解净土法门从哪里下手 净土法门它的行门非常简单 只要念南无阿弥陀佛的名号 但要了解这个行门所建立的机制 它的理论 它的毅力 它的境界 那可是非凡夫勤见所能测量 二称智慧也不能截了的 唯佛与佛法门究竟的一个法门 所以我们一接触净土法门的这种 世理 性向 因果 真的感觉到 我们这个地球上再有智慧的人 站在净土的毅理境界旁边 都好像一个小孩站在大海边的那种感觉 那么我们该如何了解净土法门呢 一个下手的方便 就是了解阿弥陀佛的四十八大院 由于净土法门 无论是它建立名号度众生的方法 还是显现西方极乐世界全体的无尽的庄严 都是从阿弥陀佛的大院心里面流现出来的 所以把握了四十八大院 就把握了净土法门的精髓 就把握了释迦牟尼佛一代识教的核心 乃至把握住了十方三世一些族佛的佛法的刚中法药 因为四十八大院是阿弥陀佛大菩提心的结晶 这种大菩提心是跟十方诸佛在因地发的菩提心有它的相同之处 更有它的不共之处 但终究是把菩提心慈悲心展示的淋漓尽致的一种大院文化 我们要了解 这个大院不仅是把握净土法门的核心的理论 它跟我们每一个生命息息相关 我们无论信不信净土法门 我们每一位众生都跟阿弥陀佛的大悲怨海 具有着直接和间接的关联 就好像太阳 对一个盲人来说 虽然他看不到太阳 但是他也能够感受到太阳的那份温暖 所以了解阿弥陀佛的大愿 是我们智慧开发 善根斩路 乃至于我们究竟得度的一个殊胜的因缘 由此我们看 释迦摩尼佛一代十教 处处讲经说法 所谓五十八教 五十八教的全过程当中 释迦摩尼佛常常宣说净土法门 只要观察余会的大众 这种信心善根成熟 马上来宣说 那么这个净土法门宣说 称为无问之说 就是我们凡夫众生 乃至像摄利佛大目接连 这种智慧神通第一的人 他也问不出来 因为这不是凡夫 乃至于身为原觉的境界 他梦都梦不到 这是佛的果地上的境界 唯有释迦摩尼佛才了解 但了解的这个大愿的真相 是跟众生的得度密切相关 所以众生一有信心 佛就赶紧来宣说 我们在《无量寿经》看到 释迦摩尼佛有一天在法会上 献出稀有的内向 全身放光 光中有色 光是这种复胜复辱 光中献出十方插土的境界 释迦摩尼佛六根献出 前述未有的欢喜 愉悦的表情 开心了 阿难尊哲他是佛的使者 就赶紧来请问 说我自从释佛以来 从来没有看到佛这样高兴过 没有看到佛这样发出心有内向过 那今天是什么因缘呢 阿难尊哲我们说 阿难尊哲我们说他在声闻 叫视线为一个声闻 在大乘佛法说 他是大全视线的菩萨 阿难尊哲的启问 他也是带我们众生来问 阿难尊哲他就跟佛说 说连续五句带有一种 启问的那种问话 在这种问话里面 也包含了一种肯定意义上的 一种叛言 阿难尊哲就说 我心念念 我心里在想佛 放置这个内向是什么原因呢 他先把自己的猜词说出来 今日是尊 祝奇特之法 今日是雄 祝诸佛所住 今日是言 祝导师之行 今日是因 祝罪圣之道 今日天尊 行如来之德 去来现在佛佛相念 德无今佛念足佛耶 何故微神光光来啊 这样启问的一段话 这段话意义非常深刻 实际上阿难尊哲 他把净土法门的五个最本质性的特点展示出来 在无量寿清法会上 释迦牟尼佛 献出前所未有的内向和身心的约 他就 他宣说的 就是奇特之法 这个念佛往生意法 它的特点是奇特 不仅在世间法当中 它显出奇特 乃至在十方诸佛的佛法当中 它都是奇特 奇特在什么地方呢 一般的通土佛法 讲你一定要断贱或施货 才能离开三界的轮回 但是净土法门说 你只要信愿辞明 你一品烦恼都没断 就可以出地轮回 通土佛法说 你把成杀货断尽 你才能得原教出处不退转 那净土法门说 你只要一去西方极乐世界 你代言往生的凡夫 就是阿比八字 通土佛法说 一个修行人 至少经过三大阿然几节 才能成佛 那么净土法门说 你只要到西方极乐世界 现前修习普贤师大有王 快速成佛 阿弥陀佛成就以来的十节 那无量无边的一生补出菩萨 只经过了十节的时间 没有动经多少多少节 通土佛法说 你凡夫在凡圣同居图 一定见不到方便有余图的阿罗汉 但见不到十宝庄图的法身大事 更见不到长济光图的佛 好 净土法门告诉我们 你凡夫到了西方极乐世界 你在凡圣同居图 就能见阿罗汉 就能见菩萨 就能见佛 所以你生到凡圣同居图 就等于生到了上山的 等等这些都是奇特的 这就展示净土法门的 这个法的奇特性 好 第二是 这个法是住主佛所住所生起来的 主佛所住住在什么地方 住在空性 无念 无心 这是主佛所住 但无念 无心 以一切众生心为心 从这个无心里面 展示出 救度一切众生的这种教法 了解一切众生的苦难 从这个空产生妙游 但这个妙游的随行教化 一定要在空性里面生化出来的 所以净土法门 是从主佛所住生起来的 净土法门是导师之行 何为导师 我们在三界六道轮回 迷惑颠倒无量节 我们不知道 出离三界的路怎么走 我们像无头的苍蝇 走来走去 都走到三个道里面去 越走越 越痛苦 甚至走到阿比地域去 所以对一个迷路的人来说 这个祥导 导师 非常重要 那净土法门就是我们 出离轮回险道的大导师 没有这个导师之行 我们在这个迷宫里面 在迷无量节 都不知道出口在什么地方 好 那净土法门是最盛之道 道是通如的意思 最殊胜的之道 通过这个道到哪去 它不是得人天福报 也不是得声闻原觉的化成的 暂时的安息 而是得大圣原教的佛果 成就阿鲁多罗三名三部提 无上正等正觉 所以这个净土法门是指向 无上正等正觉的 这叫罪生之道 净土法门是行如来之德的表现 如来之德是什么 如来就是我们一切众生 以及以十方诸佛所证得的法身 但他不会住在十项真楼里面 他由于有悲心 他一定要兑现他的悲愿 以种种善巧方便来度化苦难的众生 所以从卢氏道而来视线八项成道 种种教化众生的施舍 就是如来之德 那么这个法门也正是佛佛相念的法门 只要哪真佛发的这个愿 所有的佛来给他加持 以后这个愿成就以后 有哪真佛要宣说这个愿 所有的十方之佛都来加持 光光辐射加持 所以释迦牟尼佛的光明显著 无比灿烂 无比自身的样子 不仅是他自己的光明 释放诸佛的光明都在里面 当然阿弥陀佛的光明在里面 德物金佛念诸佛耶 金佛指释迦牟尼佛 是不是释迦牟尼佛 你今世的佛在念诸佛 这个诸佛就是指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是诸佛的法界障身 所以当十方世界的这些硬化身的佛 在宣说净土法门的时候 那么阿弥陀佛在长迹光图 他都会来加持 以无量光来加持 这一加持释迦牟尼佛的身心 他的光明就更灿烂 卢黄金三卢 所以正因为这个因缘 才使得释迦牟尼佛在这法会 献出那种大威神大光明 不可比喻的这样的内向 何故威神光光来尔 实际上阿弥陀佛就把前面的 何故的原因表达出来了 这因为阿弥陀佛表达出来了 释迦牟尼佛就很赞叹 善哉善哉阿弥陀佛 你这一问问得太好了 太及时了 太符合佛的心理了 你这一问能发出深切的智慧 这是真正奇妙的辩才 以他怜悯一些苦难众生的这种心 才能问出这样的智慧的意理 那这一问实际上是称何佛的本怀的一种问 佛说报佛恩 一个是善问了 一个是善听了 阿弥陀佛善问了 问到了点子上了 正是佛愿意说的时候 但是怎么有个因缘说 阿弥陀佛就问到这个点子上了 这就像存孝之子 父母的心意 还没等父母开口 他就先明白的父母心意 先把父母的心意给他完成一样了 那主佛的本怀是什么 无量寿经有那么几句话 我们要常常的去读诵 去接纳 我们看看 如来 对我们多么的慈悲 诗恩诺 如来以无尽大悲 如来以无尽大悲 惊哀三界 俗以初心于世 光禅道教 欲正记全盟 这种 会以真实之力 会以真实之力 你看 实际上摩尼佛 他为什么会来说佛世界 难言佛提 实际上摩尼 视线八项成道 这种事情 太了不起了 这是 是释迦摩尼佛无尽的大悲的 一个显现的现象 这种大悲心没有无尽 因为他心无尽 对众生的信念无尽 这种大悲无尽 他才可能过得来 叶摩尼佛是不可能过来的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这个娑婆世界 处在简洁的时候 是非常卓恶的 就五卓而是 杰卓 贱卓 烦恼卓 众生卓 命卓 在人寿平均两万岁的时候 这个世间就开始进入杰卓 进入五卓的状态 那么一世不如一世 到了人寿百岁的时候 大众生的烦恼就很重了 这个内心的三毒烦恼 就非常的像外貌了 所发出的那种毒气 天人都要跑得远远的 毒气和臭气 很多菩萨因地发愿 也想到会土成佛 救度众生 很多菩萨发愿 最多发到人寿千岁的时候 来救众生 到人寿一千岁的时候 都已经是很着恶了 那么释远远 那么释远远佛殷地的时候 他曾经发五百大愿 尽然发出了人寿百岁的时候 也要来时候世间成佛 这是一个稀有的大愿 这就是无尽大悲的一种结果 到了现在我们距离 释迦摩尼佛也有两千多年了 将近三千年了 我们的人的寿命就不是百岁 是七十来岁的时候 又比释迦摩尼佛降大的那个时空 又更着恶了 那释迦摩尼佛过来就是 惊哀三界苦难的众生 就是悲悯我们 三界是什么 三界就是火窄 是痛苦的地方 是无常的地方 是败坏的地方 是让我们堕落的地方 所以释迦摩尼佛 他把众生看成是他的子女 他不忍自己的众生 在三界里面堕落在这里受苦 他就进入火窄之门 非常吃惊的到火窄的里面来 四信八向成道 来令我们出离三界的火窄 来令我们原成自信本具的火窄 所以他成佛就是光产道教 把佛法一代识教 他所证悟的真理 这种法传播给众生 所宣说的教法当中 佛最想宣说的是一称法 是让众生成佛的法 但是一称法 对于我们言佛提这些众生 他捏掌声重 他信受不了 他耽搁不起 所以就只能从一称法 开除二称法 三称法 身闻原觉 乃至于人天的知法 叫五称佛法 来寻寻善有 其目的是整记一切众生 整记 拯救啊 嫉妒这些众生 我们都在苦海当中沉沦 挣扎 灭顶之灾 被这种生死的 喘疾的漩涡 一定要悬到最底下去了 这是我们的宿命了 所以是人生者如大地图 就是我们现在众生的 真实的写照 所以佛要拯救我们这些 下三个道的人了 会以真实之力啊 这真实之力是什么呀 就是让我们离开轮回的苦难 到极乐世界去 快速成佛 这才叫真实之大力 不是给你发点财 生点官 寿命长一点 这些都是不究竟的 不是真实的利益 好 阿难尊者 所问的 要把这个净土往生一法 问出来 这就是会以真实之力的一个法门 我们每个人来学佛 来求证真理 一定要得到大的利益 这个大的利益 就体现在净土法门里面 那么十下摩尼佛讲完之后 就开始来宣说 净土 首先 首先 追溯 无量 九元 无阳 数捷 以前 所发生的一桩 大事 这种追溯 这种追溯 也是在我们这个严佛 那么这样的过程当中 中间还经过了五十三尊古佛 从定光佛开始向前推述 在第五十三尊佛的时候 有一尊佛叫四字在王佛 好 他也具足佛的所有的功德 他所出的那个时代 人的寿命是四十二级 说明福报很大 智慧很深 他四字在王佛讲经说法的时候 就有一位转轮圣王来听法 这位转轮圣王听到 四字在王佛讲法 当下大慈大悟 大慈大悟之后 就是发出了无上菩提心 上求佛道下化众生 他的生命生化出这么一种 价值目标 面对这种价值目标 当转轮圣王的价值 跟这个不能比你 所以他就顿然地把国王舍弃了 弃国娟王行坐沙门 号约法杖 他这个舍弃转轮圣王就等于舍弃了世界一切五欲的享受 然后追求他生命的一个真理 他出家之后 由于他是转轮圣王的新量和根基出家 所以他高材永泽 记忌 智慧 智慧 意志力和他发的大愿都是非同寻常的 所以他一出家就发出了一个大愿 要快速成佛 要建立一个超胜十方的净土 来安利十方无量无边刹土的众生 也到这里快速成佛 所以他这个大愿 为了快速圆满他的大愿 他祈求 这时候他是作为四自在王佛的徒弟 弟子 请求他的师父为他加持 帮助他满这个愿 四自在王佛 看到他真的是一个很优秀的弟子 就为他宣说 他方世界二十一 句子那由他佛土的情景 让他了解他方世界诸佛建构净土的过程 机制原理 这个法藏比丘 听闻之后 这种好像教学 一千亿年 用一千亿年的时间 四自在王佛 跟他讲解 建立净土的原理 以及 他这个是图像教学 四自在王佛可以把 他方世界的岔土 射手过来 就好像屏幕上显示 人家怎么是黄金为地 他是怎么来的 七重杭树 怎么来的 天空的螺网 种种音乐 怎么来的 告诉他 一边对着景物 一边告诉他 建立净土的方法 以及他方世界的绘土 为什么 有的刹土 他是沙利 土地 沙漠 这些他的恶业是什么 这个因果关系 都讲得很清楚 这个教学 经过了一千年 那么法藏菩萨 在这过程当中 看到十方诸佛的净土 这种心目之心 油然而生 看到他方极乐世界的绘土 这种奔心都很切 所以由这样的一个 菩提心增上 他也开发了 自信本具的六种神通 六种神通就不经过 师父加持 他自己的天眼 就能看到 他方世界的景象 他自己的天耳 就能听到他方世界 祝福讲经说法的声音 以及在阿比蒂 与苦难众生 发出救命的那种呼声 好 这样他就在一个 进食阿兰罗里面 就这么一边观察 一边思维 建立极乐世界的 自己建立极乐净土 怎么建立 怎么实施平等普通 九法界众生的大愿 他就在那思维 我们曾经看到一个图画 这个法藏菩萨思维五大吉 坐在那里 整个头发都很长 思维的五大吉 终于建构起了 四十八大愿 这四十八大愿 就是西方极乐世界的建筑 南图 设计图 好像编了一个 很正密的软件 四十八大愿 建立之后 他马上来到他的师父 试制在王佛的法会上 禀告 那试制在王佛也很称赞 说你的宣说 能令大家都能发起 往生净土的心 能令一切菩萨 能够从你的大愿当中 来发起勇猛之心 成就菩萨无量无边的行愿 那么这位法藏菩萨 就在这个法会上 称性宣说了四十八大愿 那么 试制在王佛就在旁边 所以这个大愿 是得到试制在王佛的印证的 当时这个愿发出之后 这个法藏菩萨 最后发了一个 祈求内向证明的愿 就是我这个愿 如果能实现的话 三千大千世界的大地 应该震动 虚空足多的天神 应当撒下种种真妙奇特的天花 他这个祈求验证的愿一发起来 还果然大地六种震动 虚空当中飘洒出种种的妙花 虚空当中发出了一种声音 决定必成正觉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决定必成无上正觉 实际上就是说 你这个大愿一定能完成 由于这个法藏菩萨发的愿 他跟自己成佛 紧密相连 他都是发这个 如果这一愿不能满足 我就不成佛 这一愿不能满足 我就不成佛 那么他如果成佛了 就等于所有愿都成求 所以说他大愿圆满 大愿圆满就等于成佛 说他成佛就等于大愿圆满 因为他把这两者紧密地挂上了关系 那么阿弥陀佛的大愿 按他自己的表述 他的愿的特点就是超世愿 我见超世愿 必成无上道 思愿不满足 事不成等觉 好 我们对四十八大愿 那个核心的一个特点 超世之愿 就是超越世间的大愿 也就是初世间的大愿 是以阿弥陀佛的大慈悲心 这个大慈悲心就是初世的善根 所建立的初世的大法 所以任何修净土法门的人 一定要把握这个超世的特点 它不是世间的东西 为什么不是世间东西 因为世间的人天福报 它都是短暂的 都是无常的 都是靠不住的 一定是超世的 显发我们涅槃十项 真如自信的那种东西 才是不生不灭的 才是永恒的 才是给众生以安乐的 所以它就是会以众生真实之力的 那么法章菩萨发完了四十八大愿之后 不是仅仅发愿就完事的 这个愿 只是它的一个蓝图 但要把这个蓝图实施出来 要落实在它的心门上 所以由愿到行 阿弥陀佛五两节以来 它视现种种不同的身份 或者视现国王身份 或者视现六余天的天王的身份 乃至视现大凡天王的身份 还有视现世间的王子 比丘 大父长者 这些身份 他都是在修菩萨的六度 来圆满他的大愿 一向专治庄严净土 一向就是哪一 每一生都没忘记这个事 一生的每个时辰都没忘记这个事 他一定是把这个大愿 牢牢地细在心上 他的举心动念 他的行为造作 他的一切的机功累得 就是一个目标 圆满四十八大愿 这个目标就是信念苦难众生 来实施的 为什么他要发四十八大愿 为什么要圆满四十八大愿 就是要救度十方无量无边的苦难众生 所以这样的一个过程 又经过了无央数节 不可数的节 最后终于圆满了四十八大愿 四十八大愿圆满的当下 这位法杀菩萨就自然而然的成为阿弥陀佛 阿弥陀佛就开始兑现他因地的本愿 结开了度化十方无量众生的序幕 这种序幕的展开到现在为止已经十节 这个十节的时间 在动间无量节的过程当中是很短的 所以也就是说阿弥陀佛救度众生 好像开张这个百货商场开张 他才刚刚开张 好那么再看看四十八大愿的这个结构 四十八大愿的特点就是大仆地心 大仆地心有两个要素 第一是无我的这种般若智慧 空性的智慧 这是阿弥陀佛切正主法的实相 切正主法实相以后 又不住在那种涅槃状态当中 又有他的悲心发出了悲怨 由这个悲怨作为宗介 显伐一个奇妙的岔土 首先是真空 显现真空 切正真空 第二个要素是大愿 第三个要素是妙友 西方极乐世界是借助弥陀的四十八大愿 从真空显发的妙友 就是第一地妙境界像 这样的中介是大愿 离开大愿 这个净土的妙友显现不出来 那么净土的妙友 全体都是阿弥陀佛愿心的表达 这种愿心就是大菩提心 菩提心就是主法的空性 这是第一 第二是同体的大慈悲心 慈 无缘的大慈 给一切众生的快乐 同体的大悲 拔一切众生的苦难 四十八大愿 它的内涵 就是这样的内涵 那么从结构上来分 无量寿金 在我们中国翻译 据记载有十二次的 这样的次数 流程在世间的 有五种原一本 五种原一本 最先有汉代的 有三国时期 有吴国 东吴时期的 有朝魏年间 就朝魏建立的政权 康生凯的本质 还有唐代的一个 无量寿金 无奈会 出在大宝基金的一会 再就赵匡颖的宋代 出了一个本质 法弦一的 这五种原一本 历来的祝金家 比较看好 康生凯的本质 所以 印光大师在1934年 建立净土五金的格局 是选用了 康生凯的本质 隋代的晋银法师 最先注解无量寿金 也是用康生凯的本质 所以我们说 弘扬无量寿金 以原一本为主 但从宋代以来 宋代的王农书 清代的彭少生 民国年间的 夏连居 三位居士 曾经有过会计本 这会计本 出于他们的好心 也是值得赞叹的 但是 这三个本质 都构不上 尽善尽美的标准 所以大家为文陀起见 应该读诵 授持 康生凯的本质 好 在这个五祖原一本当中 他的发愿的愿数 还各有不一 有汉武两一的二十四愿 有宋本的三十八愿 那只有唐和味 是四十八愿 那么这个愿和愿之间 它是内容大同小异 但是开律祥和不同 我们一般就指定为四十八愿 为阿弥陀佛愿的一个概述 但是我们说要了解 阿弥陀佛是面对九法界众生发愿 众生的根基无量 众生的种类无量 众生的后腰无量 众生的善根无量 所以阿弥陀佛发的愿数 也是无量的 所以就叫大愿之海 所以不仅仅是局限在四十八愿 但是释迦牟尼佛 在弥陀的大愿之海当中 跟我们选择了四十八大愿来介绍 是说明这四十八大愿 跟我们严佛体众生 它最有关联 最能给我们利益 我们要做如实的理解 那四十八大愿 在随带静寅法师那里 它做过一个无量寿经 义书 里面它有一个结构的划分 这个结构划分还是 到现在还引用 第一是设法身愿 就是阿弥陀佛成就自己功德的三条愿 第二是设净土愿 就是阿弥陀佛庄严 它极乐世界的愿 第三是设众生愿 就是来施施帮助救度众生的愿 那么这三类愿当中 核心的是设众生愿 设法身愿和设净土愿 都是辅益设众生愿来施施的 但虽然是辅益 它的价值也不能掉以轻心 没有设法身愿和净土愿 设众生愿也会架空 但如果没有设众生愿 设法身愿 设净土愿 没有意义 这里面目的和价值的关系 我们都要了解 那么今天我们就想 对设法身愿 其中三条愿 给大家做一个讨论 这是我们有四次课 四次课我想 设法身愿讲一次 设净土愿讲一次 设众生愿讲一次 最后讲一个往生三愿 这样就基本上 把这个四十八大愿 核心的异理 提纲谢顶的给它抓住 所以我们这次就不采取 从第一愿第二愿 这次的讲起的方式 而是分这个结构分类 来给大家做介绍 谢谢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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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